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 这期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过 危险 逗逗完了 太猛了这个开场 他又赢了 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 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知道给我画饼 李月琴你行 你有天赋你能进决赛 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李旦还有个台上说我 李雪琴天赋异禀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逗逗就应该选周期货了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 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 一会儿说大麻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 跑这儿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 那稿子里讲啥 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爬山嘛 姐夫你看我还有机会嘛 你说你都知道她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觉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我行自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的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耶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大张我 大张我听见嘎就有怀声 他就有自信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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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模仿模仿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心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仓 做了一把商务仓 但是我没想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心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台上 只要是个女的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还在台上说自己脸大 他俩那脸夹一块都没有我大 哇 哇 哇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王剑谷 真是掌握了脱口秀 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王剑谷呀 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王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撑到决赛 对啊 我感觉这一季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嘛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吧 跟裤脸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月芹 咱们有缘再见吧 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剑谷吧 大家好 我是李月芹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儿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晋级了 晋完级 今天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 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月芹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 跟我说 闺女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盯了 我妈说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哎到网建国了 还没讲呢 你们 我和网建国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唱二人传出神的嘛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帝大乌佑伯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特别的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 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脸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连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北京不好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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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呀 下来呀 牵着这手 牵着学琴的手